有一些不知名的人士就在我走一條很長的樓梯 看著手機那時 突然有人在一腳踢我落樓梯 那裡樓梯有五下幾級 那我錄到下去 我就導致我的肩頭和手 都現在要換了我金屬來接綁 露出手術傷疤 曾是前線攝影師的鄭凱帆說 当時他正調查一宗離奇的墜落案 也被不明人士跟踪 儘管沒有證據證明 他被襲擊與調查案有關 但這難以解釋的巧合 讓他的手只剩下三成工作能力 而這並不是他第一次遭遇暴力對待 我想去年底 他在旺角直播警方抓捕抗爭者 突然被近距離噴胡椒水 再被推到一旁 被警棍一陣狂殴 我想超過二三十棍的人在這裡 不斷打 我身邊我聽回直播的聲音 幸好我有個背囊頂著我 打著那個背囊 是後面有腳架在那邊 所以可以說腳架救回我的命 如果不是我應該我後面那些落筋 可能裂掉或者斷掉了 鄭凱凡原是一名資深商業攝影師 2014年起 他受聘為一家報社當特約記者 投身新聞前線 同時也在社區教攝影 對象多半是年輕學生 去年七一 原本打算勸學生離開立法會抗爭的他 反而被在場學生的理念感動 讓他決定用直播記錄真相 更經常目睹港警執法的荒謬 去年11月港警圍攻理工大學期間 鄭凱凡在校園連續直播長達8小時 他一邊直播一邊哭 不僅僅因為這是他的母校 他怎樣也沒想過香港 有一天會是這樣 目睹以往美麗的城市逐漸變成一座監獄 新聞自由越收越緊 鄭凱凡把自己拍攝過的直播片全部備份 他希望留下記錄 讓下一代人知道香港曾經經歷過的這段歷史 新台灣人記者梁珍彰 香港報導 新台灣人記者梁珍彰 香港人記者梁珍彰 香港人記者梁珍彰